各位師兄好 又是我Kenny 雷文 跟大家吃點馬場花生 講到近來的高東尼 影真氣勢如虹 在五六位那邊就不斷在打邊 殺到入籍路 姚本輝昨天贏不到頭馬 但高東尼憑著嘉應之聲 又領多一場 數下手指 近十二期的賽事 高東尼是有十一日有馬贏的 還要算起來 連續未斷籃 六個賽馬日都有馬贏 高東尼現在一輪車輪邊的之下 就已經是拿到五十二個winner 姚本輝去到終點前 垂了手 好像任人過 仍然只有五十七場頭馬 高東尼殺到上來 現在就距離 姚本輝只有五場頭馬 看看高東尼追不追到冠軍回來 講到高東尼一輪車輪邊 追上來 究竟高東尼想不想立這個冠軍寶座 贏完第五十二場頭馬 憑著嘉應之聲 領了獅子山錦標 今天高東尼打咪的時候也有這樣說 他說 我都會加快步伐 加快他自己的步伐 對 纜大步一點 他說全速前進 踩行的Turbo 是歷爭今季冠軍練馬斯的榮譽 高東尼覺得這個冠軍練馬斯的寶座 是個榮譽來的 說會踩行副Turbo 全速前進 去爭這一個榮譽 大家的數據都聽過 是十二期賽事 有十一期有馬 連續六期未斷過籃 看看高東尼去到最後終點前 會不會一個碼頭 撞下去 撞個冠軍回來 讓大家享受一下 其實數一下手指 高東尼棄騎馬之後 即是沒有騎馬之後 從練以來 其實就是做過兩次的香港冠軍練馬斯 昨天憑著嘉應之聲贏了馬 嘉應之聲也有搏咪 他說其實嘉應之聲 今季表現是穩定的 再加上兩次在一級賽 都能跑到入個PACE 但只不過 還未在分級賽拿過頭馬 以及十三個月都沒有贏過馬 好像在沙漠見到之可樂 都等了很久 今天高東尼就說 嘉應之聲今次可以贏馬 是實至名歸的 他說他曾經在一級賽交到好表現 只不過是很多時候 跟頭馬這個寶座 是擦身而過 他說今次可以贏馬回來 就是嘉應之聲今季 畫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高東尼分析他今場嘉應之聲贏馬的形勢 他說今場的形勢對他有利 他說這隻嘉應之聲 是一定要沿途自己去主宰步速的馬 只要他做到這一點主宰到的步速 其他對手要過頭 就不是那麼容易 高東尼就整頂高帽 史卓鋒戴一下 他說史卓鋒金劑 發揮就認真出色 再加上嘉應之聲今場 做到1分32秒95的頭馬時間 他說馬同仁都充分表現到 這個時間這個頭馬的實力 他說嘉應之聲今季 就不會再開上戰陣 他說下次 就是跑下一季12月的香港國際賽 他說來日方場 但下一季就會再接再禮 他說今季都沒有適合他的賽程 所以今季就收起來 不用再折這支牙膏 他說下季香港的一里錦標 就會是嘉應之聲的目標所在 說到史卓鋒昨天贏完嘉應之聲 數下手指來計 史卓鋒已經是憑著嘉應之聲和牛角仔 已經是拿了39分 其實39分對我們來說 好像不是很大件事 但是已經是刷新了 史卓鋒個人單季 最好的成績 今天史卓鋒贏了馬 史卓鋒贏了馬 史卓鋒贏這隻嘉應之聲 怎樣分析這場賽事 他怎樣贏呢 其實史卓鋒騎過這兩次 騎過這隻嘉應之聲兩次 一場冠軍 一場亞軍 史卓鋒就說 當我可以擺這隻嘉應之聲 在一個領先位置 和貼了一條欄之後 嘉應之聲 史卓鋒就說 可以給他 在一條欄外面 有回器的空間 他說 蔡玉翰那隻馬 組斷和轉彎的時候 都向我們施壓 但是 反而有馬上來施壓的時候 更加踏著了嘉應之聲的鬥心 令他拼起來 更加集中 他說因為 馬通常在組斷 在前面放鬆來跑 他說 金仔揹著重磅之下 可以贏到馬 坐騎就認真出色 他說難得的時候 他在衝緊線的時候 仍然保持著這個強勢 嘉應之聲 林拉美 就憑蔡偉賢 那隻牛角仔 再舔多一場頭馬 就突破了他單季最佳成績 史卓鋒就說 他說希望之後的分級賽頭馬 可以陸續有來 是不是 那些頭馬獎金 認真和味 他說 數目指 頭馬的數字 就已經是理想 他說 但是贏大賽 始終都是不多 希望這次贏完之後 可以保持著強勁的勢頭 去到下一季 今季都未跑完 就說下一季了 說真的 近來那些練馬師那些 要是就不贏馬 一贏馬 就整天都起馬 今天葉楚行又起馬 蘇惠賢 昨天又兩win 兩Q 好像那些按鍵 一按下去 收銀機就彈開 就任你拿些散銀 500塊錢來洗 這樣 講開又講 小弟雷文都在講一下 是不是 自從上次莫雷拉和田泰安 那一場我記得是皇太后杯 沒有過到榜 馬會運運樂樂 運了過去 照派彩 好像那些馬迷都沒有什麼特別 太留意這件事 但是昨天莫雷拉 又有一隻馬 又是沒有去過榜 昨天那隻 活力補區 跑過第二回來 莫雷拉又沒有複榜 就已經前去騎斯室 象徵式 佛阿拉叔五叉野 罰我雷文五叉野 那雷文的銀包 真的沒得給 罰阿拉叔五叉野 算是什麼 好像在沙漠裡面 跌了一粒沙 差不多 那不複榜 其實是一件很大的事 究竟付多少磅 去跑 那究竟是否你講就算數 那不斷罰他五叉野 究竟是否有沒有阻嚇力 那這裡已經是一個問題 再加上上場運運惡惡 過去 但是好像那些騎斯都不怕 今天又來一劑活力補區 再加上近來騎斯 馬會自己搞到不夠騎斯 那些騎斯在陣上犯完錯 罰一日之後 跟著其他那些停賽日期 給錢就可以代替 究竟有沒有阻嚇力 阻止馬不要邪跑 不要阻人 盡量給什麼空位給其他馬 但是罰到的時候 他隨便罰一日之後 就給錢就搞定 再加上罰了之後 你想選哪一日停都沒問題 是好似的 你開車去停牌 我想星期一停 星期三開 下次星期三要停的時候 星期五補回來 那究竟是否有阻嚇力 各位師兄自己頂奪 說一說 昨天說到我們練馬師 最後數上來第二位的鄭俊偉 昨天憑著一隻鑽倉馬的牛精輝王 絕之就拿到第十六場的頭馬 那條頸我看到鄭俊偉的頸都不是很長 其實都是空有成竹的 今季不怕找不到數 其實鄭俊偉贏完這隻牛精輝王 去淘寶買東西都給個讚這隻馬 他說更加透露是田泰安親自選這隻馬 田泰安和鄭俊偉的合作 好像那些進風笑那些 都是交到不錯的成績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隊騎練的組合 鄭俊偉就是這樣說 他說賽前我已經覺得牛精輝王 是有爭勝的機會的馬 他說只不過是上場輸少少的 田泰安贏之前也有搏咪這隻牛精輝王 他說我馬房金牆雙龍出海 出牛精輝王和奇樂無窮 兩隻一起上 兩個一起來 雙起雙飛 今天田泰安賽前也一起摸過 牛精輝王和奇樂無窮 兩隻都是摸通摸透的 田泰安就對鄭俊偉表示 他說牛精輝王的狀態是比較 嘻嘻 所以就繼續田泰安想爬到牛精輝王 那裏 再加上今場的步速又夠快 對牛精輝王呢 就好鬼著數 他說今天牛精輝王贏了馬 就贏到16場頭馬畢業 當然是好開心 希望在貴來餘下的時間 鄭俊偉繼續有頭馬交道出來 其實昨天的頭場 鄭俊偉已經有隻50倍的鑽倉馬 金銀城 就差點偷襲就得手了 這個馬房其實還是有些子彈在 看看這個連馬師去到季尾之前 是否繼續交到好成績 講講又講 昨天有一隻馬鴨出出來 就已經整個55秒幾的快時間贏馬 就是我們六爺羅富全馬房 那隻市集已經很漂亮的 夢想成金就一出即勝 就擊敗了這隻富高八斗 賽後馬主都在打咪 其實還有羅富全也有打咪 羅富全對這隻馬的表演 是認真是滿意的 不是貼滿意 貼滿意過了告仔那裡不關我事 羅富全對這些夢想成金就滿意了 他說夢想成金其實在外地市集 走勢已經是巧巧 他說來到香港之後進度又好 在香港市集也是好 他說今次在香港新車落地一出就贏了 他說可以見到這隻馬的質素 應該很好這樣說 他說但是這隻馬 仍然都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他說就好像這隻馬走起來的時候 很容易挨去來蘭的位置 不是很規矩這樣說 直到他這隻馬 懂得轉回左腳的時候 情況才好轉 沒有再靠進去 他說他始終都是一隻小蚊仔 還有待成長的 應該跑多一場才會偷鼠 要看日後的直路賽 就要看日後的賽程才說 今天馬主拼咪都有話說 他說這隻馬試襲的時候 已經是印度很多外籍的大師傅 問羅富全去拿來騎 每個人都拿著一枝鋼筆 在等著叫叫叫叫叫 馬主就說 夢想成金呢 其實是我和狂舞派的馬主 一起在新西蘭那裡選回來的 厲害厲害 一個夢想成金羅富全 狂舞派擺容天盆 明白啦 一起選回來的 他說來到香港的試襲的時候 何宅堯的跨下 根本就已經是試得很好 有這麼多外籍師傅 向羅富全叫來叫去 馬主都說 我不是特別支持本地騎士 但是認為何宅堯已經是落過手 親自幫這隻馬試過集 沒理由飛起他 就找其他外籍師傅來接手 所以外籍師傅拿著鐵筆來問我 我都是不用他的 就向連馬師建議 繼續是交給何宅堯去操刀 是啦 馬主又做了連馬師那份 他說人同馬的表現 都是令到他很滿意 希望這隻馬可以保持到的進度 繼續交到好表現 昨天夢想成金贏馬 一起選回來的狂舞派那個馬房 容天盆都弄了一隻鑽飛鷹出來 真是很囂張的